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 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 以及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 据报在夜间遭遇俄军的炮击 有住宅楼被击中 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而在前线 乌方就释出相片 显示乌军特种部队 在南部成功推进 南部赫尔松的乌方官员表示 俄军7号凌晨对乌控赫尔松市发起炮击 据报俄方先是瞄准当地一栋九层高的住宅楼 进行袭击并引发火灾 有至少九名平民受伤 在随后几小时 俄军不断进行炮击 有炮弹击中房屋 导致一名妇女死亡 一名男子遭受脑震荡 一名93岁妇女因挫伤入院 此外 中部的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据报遭俄方一枚导弹袭击 同样引发火灾 但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俄军7号上午向地区内 库比扬斯克的一个村庄发动袭击 击中一栋住宅楼至少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 而在俄罗斯境内 与莫斯科州接染的卡路加州 同日就报称 其防空系统在州内摧毁一架无人机 为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或带来人员伤亡 前线方面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声称 其特种部队在赫尔松地区 迪涅伯河的作案推进 成功深入并摧毁了 俄军特种导弹部队的 其中一支部队 俄军则表示 其南方航空战斗群 袭击了乌克兰陆军 第五特潜突击旅的一个驻地 以及乌军第24独立机械化旅 的人员集中区 摧毁两辆波兰制 155毫米自行火炮 幸而对聂茨克领导人 普希林表示 对聂茨克前线局势 虽紧张但完全得到控制 他并指 乌军正在将其预备部队 重新部署到对聂茨克以南地区 试图发动袭击 而在过去24小时 乌军以6次攻击当地的俄军阵地 另外 俄乌双方在交换战斧 乌方释出视频 旨在有22名遭俘虏的乌兵获释 缝合仪式 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